那都是可能念咒術 或吃药 或想咬小鬼 或透过幽冥界众生 那些都是有问题的 真正佛讲的禅定里面 是在心清静中 你有这个愿 当因缘成熟水到渠神的时候 哎 佛出现了 那刚开始会有能所对立的念头 有一个我能看到佛的人 你要拜的阿弥陀佛 你有所齐寝的对象 所以你见到佛的时候 刚开始会像镜子反射一样 你是清静的时候会见佛的 可是若你清静心消失的时候 佛也会消失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 注意听 师父现在专心听 这几天讲的都很重要 那你现在见到佛 你怎么判断它是真跟假的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你见到佛的时候 你用眼睛张大一点 继续念佛 假如它是真正的佛的话 是没有影子的 因为佛是空性的 有人说我看到佛 金光强强强强强的 光很亮的才是佛 然后光很小的不是佛 错 不是以光的大小 来判断 第一个 你可以眼睛睁着 继续念佛 你别有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假如真的是阿弥陀佛出现 你注意看它是没有影子的 不像师父你看 哪个木鱼旁边灯光一照有影子 那个是幻境 一刹那之间你继续念佛 它就会消失 也可能是魔 也可能是幻境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幻想 所以第一个佛是没有影子的 第二个要判断的是 你心中的感受 你见到佛的时候 应该是很宁静的 心很界定会 不是像跳 假机扶乱 你很兴奋 哦 观世音菩萨来了 听好 兴奋的时候 心是不精进的 就像心 你的水 心像水一样 心像一壶水 被搅动 搅动模糊的时候 你就看不清楚 所以第二个感受 你应该是很宁静 界定会相应 而不会有恐惧不安 这样懂吗 第三个 你可以继续念佛 假如你无法判断 无法判断 似乎还有一个方法教你 你看到佛的时候 改为念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公 你念般若心经 因为法的功德力 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 假如他是佛的话 听好 他会放光照着你 善男子善女人 你的心会更清净 那是真的 假如他是魔或幻境或 幽民皆众生来干扰你的话 因为你念波尔心经 或佛号的力量 一刹那之间 他就消失了 好 先教这三种方法 够你用了 等到你将来 见到鬼跟佛的时候 你再来跟我讲 私底下见师父吧 不然讲这么多没有用 这是真实的经验 所以先前条件 你要观想 你看阿弥陀佛万丈光明 好 师父说过 这张就是呢 我二十五年前我学佛第一张供的阿弥陀佛 一直供到现在 我把它印出来流通 为什么 因为它很简单 金色的光芒 那佛呢 背后的光啊 像夕阳西下的太阳 有宝盖 散盖 玉天曼陀罗花 然后坐着宝座 所以越简单呢 你越容易观想 而且你会发现 他这个披的袈裟 很像南传袈裟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佛是金色的 然后万丈光芒 西方皆引阿弥陀佛 所以从禅观的角度来讲 虽然像是虚妄的 但是为了让你的心能定下来 希望你观的时候 观一尊 不要一直换 有些人有很奇怪 就像跟买皮包一样 每三个月就换一个皮包 你换这么多 那你临终就会 看到阿弥陀佛 就会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就会有这种疑 疑升起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 信愿型 接下来再看 刚才讲 定中 第一个梦中见佛 第二个定中见佛 第三个先看 临终 临终的时候 这是临终 接影图 阿弥陀佛中间是 报生佛 它是广大无边 报生佛是谁看到 其实要上辈往生的人 才看得到 一般是菩萨 才看得到 真正的报生 站起来 它的脚 一个脚趾比地球还大 你是看不到的 它是重重无尽的 报生佛 为什么这么广大无边呢 因为它是要度菩萨 菩萨本身都是 做大宝莲花 像文殊普 闲 观音 地藏 都是大菩萨 它走到哪里都会 大地六边震动 佛为了要度大菩萨 所以现 报生佛 那看右上角 那个一尊小小的 光中画佛 那个 那就是 画佛 再接下来看 传说这张是 善导大师画的 传说我不太清楚 我就讲传说 你看 阿弥陀佛放光 然后照右下角 这个出家人 他是上品上身 第一个拿金色 莲花台的是 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呢 是大势智菩萨 在这背后里面 你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背后 有没有看到一个 是光头的 有没有 那就是地藏王菩萨 再看后面有一个 身文众有没有 阿难尊者 也是大菩萨 所以在这里 回答一个问题 念地藏菩萨 可不可以去 西方极乐世界 答案可以 你要意愿 举个例子 你现在买机票 在槟城 你要飞往澳洲雪梨 你机票里面呢 在check in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 请问你要去哪里 对不对 你一定会问清楚 那你既然付了钱 买了机票是雪梨 当然你就飞雪梨 你不会飞错方向 同样的 念地藏菩萨 你的意愿要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地藏菩萨也会帮助你 所以在大乘大吉 地藏使灵经里面说 弘一大师亲自引说 若有人修地藏法门 你要先念地藏菩萨 圣号 忏悔业障 兼念彼佛 他方名号 彼佛就像阿弥陀佛 说个笑话就等于是 地藏菩萨在后面推 上面阿弥陀佛接 那两个就上去了 接下来再看日本的国宝 接引西方三圣 日本人观音跟世事 他怎么去描述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呢 他常常背后放光 这个放光在画像里的话 它是用画的 如果是雕像的话 他就会用竹子做阿弥陀佛 放光的造型 接下来还有一名叫 三月阿弥陀 你没有听过 请专心听 这个都会在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你读过阿弥陀经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号为阿弥陀 你常常帮人家结缘诅念 念阿弥陀经诅念 念阿弥陀经念着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没有障碍表示 他可以穿过山 石头 所有一切 所以日本人就发明了一个叫 三月阿弥陀 这只有日本有 很特别的 台湾也没有 这个叫做 佛教传到日本以后的 日本的本土化 他一经文 把它创造一个 你看阿弥陀佛从山里面 这样升起来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四字 这就成为日本的国宝 叫三月阿弥陀 表示 佛光是没有 障碍的 那 佛光也可以穿到地狱 有名界众生 可是地狱 恶鬼出身的人 是看不到太阳跟月亮 因为他们夜历的关系 我们这边有白天跟晚上 有春夏秋冬四季地球 可是在 地狱恶鬼出身 是没有太阳的 也没有月亮 就是暗暗的 灰灰的 那什么东西可以穿越呢 答案是终身 还有佛光 所以为什么寺庙里面要敲钟 因为这个终身 可以穿破地底 然后到幽民界终身的世界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 送普贤行愿品 如果我们观想 你也观想 放光照到地球 或是照到地狱里面 那地狱的众生 就会感受得到 可是如果我们不观想 我们就自己嘴巴念 你在这里念 比如说在新山柔佛 佛学会念 地狱的众生是听不到你 念佛贤行愿品的 就像你在这边 听不到美国的声音吧 对不对 它有时空的距离嘛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接下来 好 这临终见佛 接下来往生见佛 第四个 往生花开见佛 你看 极乐世界 所有人坐在大宝莲花里 好 这大宝莲花代表什么呢 代表 这个你看到莲花化身 请写下来 花是代表 第一个六度波罗蜜的音 所以你种六度波罗蜜 你将来就会有莲花化身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不是从爸爸妈妈的 这个子宫啊 或精子 卵子结合的 他不需要这个 他不需要透过这个管道 他是莲花化身 后面也会有讲到 金刚经讲 胎卵师化 第四个化身 天上的天人也是化身的 就是等于讲 怎么叫化身呢 举个例子就是 你现在付够钱了 你买机票了 你到机场的时候 就有你的位置 那请问你位置从哪里来 不是你半夜呢 自己在坐飞机吧 不会吧 你半夜你怎么可能 自己创造飞机的位置 也就是说 所有你的功德条件具足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登机的时候 就有一个位置给你 那这个位置从哪里来 从你存钱跟旅行车定 然后有时候呢 像旅游旺季的时候 你有钱啊 还定不到位置的 所谓莲花化身 简单讲 就是多善根 多福德因缘 显现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出现莲花 这莲花是六度波罗蜜的因 第二个 是在禅观当中 你要常常观莲花 在净土宗里面 观莲花是正确的 但注意听 在禅中 观莲花是妄念 因为禅中是所有 像都是虚妄的 假如你现在是修禅的人 比如你现在 假如说举个例子 你现在诵金刚经 念一念念 然后你打坐 突然看到一个莲花 那小心 这不是好事 这是幻境 假如你是修净土 你要阿弥陀佛 你现在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突然看到莲花 七宝十八宫得水 恭喜你 这是好的瑞相 因为不同的修行法 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在前面有讲过 论普贤行愿品 功德的时候 有给诸佛的快乐 拔众生的苦 所以常随佛学 你可以成就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这是前面的补充资料 我再复习一遍 那对众生而言 宋慈普贤大愿亡 一念术极交消灭 就可以拔众生的苦 请看 观世音菩萨 度过去世是佛教徒 但是却堕入在恶鬼道 幽民界众生的苦 对不对 你说这些鬼是谁呢 其实过去都是人 都是佛教徒 因为呢 烦恼赤圣 破了五戒 十善 五戒十善 不圆满 对不对 可能偷常住的东西 伤害众生 他堕入恶鬼道 他过去是拜过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知道他有缘 看后面还有个 善才跟龙女 对不对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呢 先撒甘露 把他的咽喉的火灭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 念辩食真言 让他每一个人都圆满 有东西吃 不然他肚子很饿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 就会观音缘 假如你过去是念阿弥陀佛了 观世音菩萨就放CD一样 唱阿弥陀佛的佛号 假如你是念普贤行愿品的 观音菩萨就会唱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狮子 我已清净生于 一切片里尽无余 你突然就会很欢喜 这个我也过去听过 就可以跟着念 观音菩萨的佛力加持 还有大方广佛法言经 法的加持 接下来那时候 你很全程的念 为什么 因为在地狱里面很苦 你现在这样 所以你的心是到了纯净 佛力法力跟智力三个起来 当你经文念完了以后呢 你就离开地狱了 所以观音菩萨度众生 也是要负责元启法 他也不能违反因果 他不可能呢 替别人代因果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有神通力 可以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你自己学什么法门 要很坚定 好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给各位听 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是不是有讲很多故事 你就听过了没关系 都没有听过 在新加坡 有观念佛堂 有一个佛友 我不要说是谁 他的先生 然后呢 有一天我去新加坡 关心他们的干部 然后呢 他邀请我去帮他设计佛堂 他的先生呢 第一次见我 一看到我呢 就合掌 很虔诚 那我一看到他先生呢 这个人就光头的 中年秃头了 可是他相貌很庄严 我第一个念头就讲 他过去是和尚 但是我没有说 后来呢 我们布置了佛堂 他也问了金刚经 还有问我波热经 很多问题 后来他讲一个 真实的感应故事 他最近学佛才两三年 为什么 两三年前 他生意也做得很好 他还当中文老师 后来呢 因为经济风暴呢 一夜之间呢 大概一个月啊 所有的钱呢 股票通通都输光光了 他非常的难过被打击 他生活也有困难 他现在也退休了 只有他太太还做兼职的工作 夫妻的生活勉强 他有一次就告诉我 他在这遇到打击的时候 还怎么学佛呢 有一天他做梦 梦到释迦摩尼佛 叫了他名字说 你读金刚经吧 你读金刚经 然后呢 你的问题就会解决 你不会饿死的 我会忽念你 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 他就开始想 什么是金刚经啊 他就开始问人家 他问太太 他太就学佛 你这么笨 对不对 金刚经就是金刚经嘛 明天我拿一本给你 他就去佛堂拿 他读了 哇 他非常法喜充满 一读啊 就像一见如故一样 很多东西他都懂 然后他就开始上网查 金刚经有没有奖记啊 有没有DVD啊 有没有法师过 他就很喜欢金刚经 所以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 他就亲口跟我讲 他做梦 梦到释迦摩尼佛 告诉他 叫他的名字 你念金刚经吧 你念金刚经 你的问题就会解决 你不会饿死的 你不要担心 我会忽念你 谁对他讲话吗 释迦摩尼佛 而且他告诉我 在梦中他所见到的是 南传佛教的 释迦摩尼佛的照相 答案他过去世事和尚 我讲了之后 他吓了一跳 你不要猜师父有神通 未尝很通 其实心清静智慧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一些人的因缘 接下来呢 所以他就很认真念金刚经 就学习佛法 当然他也在中文学校教书 所以他现在呢 非常的精进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 多年前我在圆光佛学院教书 现在他是马来西亚 吉隆坡 八身龙华寺的助持 叫传治法师 我一般都没有讲名字 但是我讲他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在梦中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叫了他的名字 那他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 我教书的时候 他修净土 非常用功 他考九十九分 因为我们不能给一百分 他的笔记啊 做得非常好 然后也念佛 考试呢是九十九分 可是后来他的老和尚 应该我没有记错 是广于长老吧 后来呢 就叫他回来 在他生病的时候 就由他当监院 后来就继任为助持 那师父大概跟他有 十五年到 十八年没有见了 应该十八年 那十八年这当中 我在国外留学 然后呢 还为全世界红法 所以我们一直姻缘 都没有成熟 都没有联络到 直到前两三年 我到KL 就是KL去红法的时候 才联络到 后来他很高兴来见我 我就问他说 你十几年好吗 他非常感动 不过也哭了 他跟我说 师父 这我老师 我曾经有好几年 有忧郁症 我差一点想自杀 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注意听 接下来他梦到 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 寺庙工作 交给他做当家 监院以后 会来做住持 因为呢 经济也有困难 信徒也很复杂 所以他经营的 很压力很大 他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 很优秀的比丘尼 结果呢 因为呢 压力太大 都是砍成忧郁症了 对不对 后来呢 就跟师父 师父再生的时候 他就请假 两三个月呢 到山上去住 住的时候 他常常就会觉得 有鬼 有游民界众生 甚至要来杀他 甚至他曾经想自杀过 他太痛苦了 后来呢 那是夜的显现 结果呢 有个好消息 就是他从小拜观世音菩萨 他没有出家之前 他就拜观世音菩萨 他非常喜欢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在山上呢 自己住的地方 也会供大悲观世音菩萨 有啊 他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也常常会流眼泪 有一天呢 他就做梦了 梦到观世音菩萨 他跟我讲 是白衣大师出现了 放光加持他 教祖他说 传志啊 这是你的夜啊 你要忏悔 念妙法莲花经 你念妙法莲花经 你的夜力 就会慢慢慢慢的 忏处 你的病 就会慢慢的好 不要放弃 我会加持你的 勇敢继续走下去吧 结果 梦中啊 他就这样 醒了以后 他非常的喜悦 观世音菩萨 是很有 大悲心的功德力的 假如你能够见到佛菩萨 而佛菩萨 问你说法的话 那就像箭一样 这样 会戳到你这里 所以很有力量 结果他醒来以后 他就很清凉 他就点香 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开始呢 就开始念妙法莲花经 刚开始一品两品 就慢慢念 慢慢念 慢慢念 他心就开始喜悦 他也不觉得 有幽民界众生干扰 然后呢 他心很喜悦以后 念了半年啊 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 他病就好了 他就跟师父讲 我想搬回来住 结果他师父看到他 哇 你会红光满面的 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把这个故事 告诉了他师父 最后他就发愿 在庙里一年带一次的 全部送庙法莲花经 大概七天跟八天 所以送法华经的功德 是很大的 我们商业经社 一年也会送一次法华经 全部一起念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就发愿 就是送法华经 那他一带法华经 共修以后 寺庙里面就 来了很多很多 他从来不认识的印度 就很多人用护持正法 所以到场就经营得很好 他呢 就不会有压力 当然看到我的时候 他放声大哭 讲给我听 他最后求我说 老师啊 你将来来为我们的老菩萨 讲庙法莲花经好吗 我那时候很感动 我口头上是答应了他了 不过呢 每一次姻缘都还不成熟 因为每一次来马来西亚 签证都很多 过障碍 然后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过去是修什么法门 佛菩萨是不会 不知道的 佛菩萨他知道 过去现在与未来 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 那个男居是 佛就告诉他 你念金刚经吧 其实他过去是 就是专修金刚经的 就是出家人 对不对 当然今年年老了 他也不太可能出家 不过心出家比较重要 身出不出家 那是缘 那后来呢 我现在讲这个 比丘尼你看 他就跟他讲 传志啊 这是你的业啊 你要念妙法莲华经 你只要肯念 就会忏逐业障 可见 念任何一部经 都可以忏逐业障 问题呢 你们这边的佛友啊 对每一部经 都没有信心 一个法师来说 要是经好 大家就念要是经 我现在苦口婆心念 你去念普贤行愿品 就普贤行愿品 那明年 如果假如有机会 我讲妙法莲华经呢 都很好 重点你的心 写下来 要专精 不要动摇 三五年之介 不要一直换 任何一部经 都可以 忏逐业障 任何一部经 都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好 任何一部经 都可以转 逆缘为顺言 任何一部经 都可以让你 所求如愿 不要呢 什么都抓 好像礼拜一 排到礼拜五 礼拜一念 释迦牟尼佛 礼拜二念 阿弥陀佛 礼拜三念 观音菩萨 礼拜四念 地藏菩萨 礼拜五念 文书跟普贤 你这样子 没有一尊佛会开悟的 因为你的心很乱 你分散了能量 你的心要专精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讲义三十页 第十行 这一段很重要 所以我多说一些 定中见佛 叫波周三昧 我的硕士论文 跟国外的论文 就是这样 在定中 先由见阿弥陀佛 见十方三世 一切的佛 这是就世俗地 跟圣意地而说的 待会我给你看图片 第四个 净土人 修行者 应该观想 一切的境界 把一切的境界 写过一个记号 不管好的境界 跟坏的境界 就是我待会要讲 三十页 第十六行 遇到逆境 也是阿弥陀佛变的 十七行 遇到顺境 也是阿弥陀佛变的 很多人都会说 我学佛 今天来拜佛 就应该一切顺利 错 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夜 过去的夜跟烦恼 就像海浪一般 海水来的时候 还是会带着沙子跟泥土 当然 你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 我想你有机会问贵音吧 他一辈子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对他很忽念的 忽念到现在都还要做 那个 熟悉主席 对不对 我看他可以一直做 做到往生吧 不然也要训练年轻人 但观音菩萨是真的非常忽念他 他个人的这种感应呢 你私底下问他 你就知道 佛菩萨从来不舍一切众生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不用功则利 一用功呢 有人连有就说 哎呀 我家人就中风了 还有车祸了 我还能发生意外 那是你的过去的夜 随缘消就夜 更莫造新样 有些人不了解佛法 你一用功则利 你不用功 一用功啊 很多的恶业就现前了 师父也曾经好几年前 我后面也长个瘤啊 我差一点也往生了 但是我刚开始不知道很严重 我送到医院去急救的时候 他在跟我讲 师父你这是蜂窝性组织炎 你再三天晚一点来 进入脑筋 就脑膜炎 你就挂了 那时候我讲 哎呀 奥密度佛 但我也一直讲经红法 我到送到那个加护病房 那一天我学生中 我觉得 那天晚上我还讲经啊 所以你的心的力量要很强 你要平时修 所以我现在说了说 你真正修行的时候 不管好的境界 是阿弥陀佛来加持你的 坏的境界 也是阿弥陀佛来 掺除你的恶业的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刀子 磨刀石 石头磨刀石 刀子要在石头上磨 才会亮啊 你的菜刀啊 你切久了以后 你就要磨一磨 同样你的道业 也是要磨练的 所以请背起来 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网 听我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后面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写了 一切境界 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那在禅宗来讲 所见一切皆法身 山色无非清净身 西身尽是广长蛇 就说你看啊 去山啊 禅宗讲 见山不是山 见山不是水嘛 不见水不是水 第三层境界 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禅宗人看山上 一切的都是清净法身 山上留下来的瀑布呢 就像佛广长蛇像一样 讲经说法 到了密宗就是什么 一切的境界 都是上师 本尊跟护法 所变现的谈成 这个就是以圣意地而说的 不管它变好跟变坏 它的本质是空性的 好 给各位看图片 先看第三个 波周三昧 所以你定中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看到这西方三圣 是坐着 不是站的 这是禅定像 你在定中可能看到 站的阿弥陀佛 你可以看到坐的阿弥陀佛 可是呢 坐的阿弥陀佛 代表念佛三昧 也是波周三昧的一种 接下来 你呢 如果能够定中见佛的话 那你往生就会 证到七地跟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 是上辈往生 尤其是上品上身 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证到 接下来 你看藏传佛教 阿弥陀佛 叫阿弥陀佛 这叫化身佛 请写下来 我们讲化身 可是西藏佛教里面 还有一个叫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叫化身佛 长得跟我们阿弥陀佛 看起来不一样 它是红色的 中间拿一个长寿宝瓶 头也带五方佛的宝冠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佛 叫无量寿佛 所以接下来 你就会可以看到 藏传佛教里面 有西方极乐净土的谈成 什么叫谈成 Mandala 简单地讲就是净土 如果各位有到中国天坛 或中国的紫禁城 尤其到天坛 你观想 假如你搭一个Helicopter 做一个直升飞机 你就可以看到中间是圆的 然后一个方的 东南西北的护城河 再来外面有一条河流 所以从天空中往下看 这个就叫做净土 也就是谈成 也叫Mandala 了解吗 接下来再看 好 接下来我要讲 这个真心跟旺心 知光你可以帮我去找镜子 现在就找 没关系 大一点 专心听 这很重要 因为最后Path 3 我除了讲普贤十大院的话 也会讲观音法门 我会讲文书的空性 因为三个菩萨都融合的话 你就会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文书福贤观音 三个菩萨的功德力 融合一句就是什么 Nammo Amitabh 万德鸿鸣就是这样 我们大乘佛法里面 常讲这样 真心 心啊 清净心啊 菩提心啊 你要发心啊 对不对 你不要懈怠心啊 你要永远不退到心 太小了 要大到超过A4的字 没关系 就是女众厨房里 女众厕所里面的 就拿出来 没关系 就是说 真心啊 犹如天上的明月 你看天上的月亮 不管月亮的天气如何变化的时候 天上的明月永远是干净的 所以华言经讲 千江有水千江月 对不对 一个月亮 如如不动啊 清净不染 那就看下面的这个海水 看第二个 水中的月影叫旺星 你看上面有月亮 尤其是中秋节 大家刚过吃过月饼 你看有湖水 有河水的地方 只要呢 不管是大的 小的江河 小的江河或湖 只要水 它有月 清净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月影 那你要说水波动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月亮呢 是不清楚的 对不对 这叫旺星 我现在来考你 来考考看 你认为真心跟旺星是同一个星还是不同个星 第一个答案 真心旺星是同一个星 第二个答案是真心跟旺星是不同个星 第三个你会说这个答案都不对 真心跟旺星都不是以上皆非 三选一 好 举手来看 说错没有关系 你觉得真心跟旺星是同一个星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那师父要反问你 假如真心跟旺星都是一个星的话 那你现在的星就应该可以看到极乐净土啊 好 哇 这么大个 太好了 好 身心放下 没关系 待会可能需要帮忙 第二个 请问你 真心跟旺星 你觉得他们俩是两个星的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不要害怕师父问 那假如真心跟旺星 不是同一个星吗 两个星的请举手 好 老婆少一个 对啊 真心跟旺星不一样啊 你看 你很宁静的时候啊 念佛罗星很清静 叫清静心 对不对 如果一个辣妹过来 你就 不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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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恨生静 那就坦争之之的星啊 对不对 那你去买马票的时候 那星不是七上八下的吗 对不对 好 你们讲彩卷 今天没有中 哎呀 差一个号码没中 你星就掉到你了 所以其实真心跟旺星 不同个 哎呦 糟糕了 被师父讲问了半天 到底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 注意听 这是佛法很重要的 波尔波罗命就是讲这个 第三个 你常常会看到大乘佛法里 最深的讲真旺不二 什么叫不二 维摩基金讲 不二法门 天上的真心代表月亮 天上的月亮代表真心 下面水中的月影代表旺星 注意看 当月亮跟太阳在旋转的时候 太阳快要出来 月亮进入地平线 那一刹那之间 请问真心跟忘心融成变 一个心还两个心 看图片 一个心还两个心 真旺不二就变一个心 还有看到吗 有两只兜粉海豚 所以是真旺不二 注意听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我再放一遍 第一个讲真心 真心由天上的明月 我们有没有真心 有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不察觉 比如说我刚才叫你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静坐的时候 你听得很清楚 你觉得心很清静 那心很清静的 就是真心的显现 你有佛性 所以佛性是真心 我们讲 金刚经讲 真如实相 或如来葬 这些名词不同 都是真心 你要没有真心的话 那就糟糕了 你永远不可能成佛 什么东西没有真心 你知道吗 看墙壁 桌子 没有真心 因为它没有 consciousness 它没有意识 它没有办法思考 那物质部分 它就没有真心 它叫法性 不叫佛性 写下来 真心就是佛性 就是实相 也就是真如 也就是如来葬 名字不一样 其实讲的都是一个 你有没有真心 有 但是你的心太乱了 你常常不觉得真心出现 但真心呢 因为太微妙了 佛经理有一个比喻 你很难相信与察觉 真心 来 各位现在摸一下你眼睛 眼睛上面的眉毛 跟师父一起做 眉毛 眉毛就是你的真心 太靠近了 所以你不敢相信 不然我问你 你像睡觉 你突然起来 起来的是谁 餐中就是这样餐 你今天看到老公 哈喽 你还记得 你不会呢 认错人 你为什么知道 昨天跟现在 是同一个人 答案你的真心 在做判断 这样听懂吗 第二个 忘心是什么 你烦恼来的时候 very emotional 情绪化的时候 very critical 你骂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忘形了 所以我们讲 女人呢 这个叫疯婆子 对不对 吵架的时候叫什么 母老虎 你看 那个时候你不是人 你是什么 变成老虎 而且还是母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当我们贪真是生气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是变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看我们语言里面呢 也叫母老虎 那男的人呢 发起脾气来 这个像酒鬼一样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你看 你是酒鬼 你那时候心啊 变成鬼了 色鬼 小气鬼 酒鬼 吝啬鬼 你所有负面的东西都出来了 那可是你要怎么样提望到真忘不恶呢 答案要修直观 请看下一页 所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都不是真的 因此金刚金甲 遇到逆境来的时候 你要修忍辱波罗蜜 骂你一句也好 那不是真的嘛 你干嘛那么在意呢 人家骂你叉叉叉 或是讲一句话 我是猪八戒 然后你就把我是猪八戒 这句话刻在里 哇气了三天三夜 人家才骂你三秒钟 三秒钟声音就没有了 可是你却把它放在内心里 对不对 接下来遇到顺境的时候 也不要执着 要去你的贪心 成就你的不失波罗蜜 这里的不失就是放下 那你才可以做到 遇到逆境 你能够忍辱 波罗蜜 你才能够如如不动 所以如如不动 不是指身不动 是指心不受外境影响 第二个 遇到顺境的时候 你能够不贪着 放下 这才叫不取一项 我想讲一个故事 你可能常常听过 以前有一个老和尚 带了一个徒弟 那个徒弟呢 大概是青春期吧 18岁19岁 这样子 还没到20岁 然后有一天呢 然后他就说 师父呢 带你要去城里面 去办事情 他是第一次下山 因为他从小 还是被人家抛弃的 结果呢 他师父养他 就在庙里深山养他 养到他17 18岁 青春期 他从来没有去过都市 城市过 所以他非常好奇 对什么东西 英文讲 everything isn't very new 对他来讲 什么东西都是很新鲜的 然后呢 结果呢 平常师父也教他界定会 然后呢 他告诉他 男女受受不轻 该守的出家案戒律都有 结果有一天呢 他就下山 下山天气很好 到了过了中午了 突然呢 午后雷震雨打雷了 结果河流呢 就出满了暴水 很多很多的水 水了完了以后呢 对不对 突然有个老夫人过来 急着要过去 急着过去呢 那个师父呢 很慈悲就问 老夫人你要帮忙呢 对我要赶着回去 我要赶为我回家 这样子 可是已经下大雨了 我过不去 那时候那个师父呢 就把他抱了起来 就把他过去了 过了去 他就谢谢师父就走了 这时候徒弟就讲 哎呀 师父今天破戒了 摸了女人了 对不对 就到了城市区呢 城市区去办事啊 办事的时候呢 来来往往的人 漂亮的女孩 他一看到 他呢 徒弟就问 师父这是什么 漂亮的女孩 师父跟他说 那是老虎 不要看 要赶快走 回来以后呢 他心里徒弟就有疙瘩 疙瘩 师父第一句问他 徒弟啊 你今天出去 高兴吗 他说很高兴 在山上这么多年 第一次跟师父出去 请问你这一路上 看了很多东西 你最喜欢什么 他说我最喜欢老虎 可见你看 中国人讲 实色性也 人的本性啊 最后他就发脾气 师父 你今天破戒了 他说有吗 他说你师父告诉我 不是男女说 说不清吗 对不对 可是呢 师父你今天 竟然抱个女性 你这样就抱过去了 师父就哈哈大笑 他说 我抱他只有五分钟啊 你却他抱了一整天啊 这样听懂吗 看懂这个故事吗 当然并不是说 师父每一次 就要去找一个人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他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他为了救人 他的师父是慈悲的 是救那个老太太 所以戒律 他是有开源的 但是他没有染污心 可是他只抱他 他五分钟 对不对 他不取向啊 如如不动啊 可是他的徒弟呢 是着于向 而且呢 心呢 就动摇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就想 师父是破戒的 师父今天呢 碰到女孩子了 所以他师父骂了他 说原来我抱了 那个老太太 只有五分钟就过河 你呀 却抱了一整天啊 就写下来 我们在轮回里面 抱了多少的东西 贪嗔痴 慢以放不下的东西 抱了呢 一辈子啊 你都放不下 所以你若不修行的话 你断气的时候 是会很苦的 了解吗 好 所以禅宗讲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其实他是很高深的叫法 那他呢 也跟我们修普贤 十大院是没有冲突的 等一下 好 刚才那个真心跟忘心 待会我继续 哦 我休息一下 再给我讲一个段落 我们就开始结束 好 待会 好 所以看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让我讲下一段 讲完以后 师父再来拿句子做 镜子做比喻 会吧 录影录到这里 好 刚才讲 你要去了悟万 万物的外向呢 是一切不是真实的 所以你的心 才不会受影响 所以佛教伟大的地方 他没有去否定外境 而是要训练你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有 暴力 也有色情 也有 这个 很多 负面的资讯 可是你不可能 把全世界都 东西都毁掉 答案是你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这个才是佛陀要教你的 有时候我们华人 是比较传统 师父在西方受教育 其实我不会介意 去谈这些问题 你说全世界经济不景气 美国 成人杂志呢 生意是最好的 全世界的众生 都有贪真实的烦恼 全世界 宗教之间 跟宗教之间 有这么多的误会 跟冲突 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心 不受外境影响 这个是佛法修行 很重要的关键 好 接下来再看 常随佛学 请看二十九页 好 刚才讲的重点 我要讲快一点 讲经文 二十九页 第七行 父次善男子 各位都有讲义 我直接白话翻译 讲常随佛学者 如此娑婆世界 毗卢侦娜如来 毗卢侦娜如来 就是过去释迦摩尼佛 从他出发心的时候 他生生世世就经静不退 经是指唇一而不杂 静是不退步 不像我们呢 静一步都退九步 遇到念一静都会退到心 佛陀是生生世世 经静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啊 为了利益众生而不失的 这里是财师 法师 无畏师都有 比方说 佛陀为了种法 当时啊 他并不像我们现在有传播媒体 或印刷 或影印机 或电脑 他是剥皮为止 折骨为笔 赤血为墨 书写经典 然后呢 这个经典可以多到像须弥山这么广大 表示他为了种佛法 法的缘故 不惜他的生命 乃是于他的国王 他可以 王位可以放下 诚意聚落 诚意聚落就是聚落 就是village 诚意就是你居住的城市 宫殿园林 他拥有的宫殿 还有花园 一切的所有 基于种种的难行苦行 佛陀都能够去努力 那常随佛学学什么呢 接下来下面一段经文 请看 二十九页第十一行 我是先讲祭奏嘛 现在这个常行文 其实是在前面 可以作为解释 讲答案是 常随佛学是为了帮助众生 而为众生讲经说法 请看 乃至于树下 在菩提树下视线呢 成就大菩提 有种种的神通 起种种的变化 降魔外道 然后献种种的佛身 处种种的众会 有时候他会处在一切的 诸大菩萨的众会道场 有时候会在声闻众 或辟知佛的众会道场 有时候是在转轮圣王 秀小王眷属 众会道场 有时候会处在 跟一起相处的是 插地利婆罗门长者局势 众会道场 乃至于 获处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众会道场 各位有没有呢 有啊 我常常看到你们呢 晚上天气很热的时候 马来人就一群坐在那边 Girigala的聊天 华人也会一起坐下来 Old Town White Coffee聊聊天 请问 你们在跟别人 在一曲众会道场的时候 都谈什么 答案都是谈八卦 都是谈是非 先开始比 哎呀 你老公啊 最近赚的钱多 哎呀 你这件衣服很漂亮啊 就开始比 最近小孩子嘛 就比老公 比老婆 比车子 比房子 最后就是比孩子 然后比完了就开始讲 歌星的是非 八卦 所以我会觉得 现代人若不学佛啊 你会发觉 我们讲 朋友英文讲 Hanging around 就一直在走走啊 聊天 其实聊的都是是非多 浪费了很多时间跟口舌 也造了很多口业 你真的想 你会跟朋友去调 哎 你今天读普贤诗大运 有没有心得 我想不太会谈这个的 来佛堂都不一定会谈 那何况去 Old Town White Coffee 会谈这个呢 好 现在一个重点是 你这一声跟人家讲 都是讲什么 写下来 Q&A 十句话里面 你真的讲过六句 去鼓励过别人 或帮助别人的话吗 还是你讲的话 都是伤害别人的话 比较多呢 这是这一段 要讲的意思 对不对 你看佛 在视线 在佛声 菩萨声 声闻 国王 刹地 婆罗门 乃至于在天龙八部的时候 佛就是心清静的声音 去讲佛法 当然你可能周遭里面 有非佛教徒的 没关系 你曾经有去鼓励过他吗 对不对 你鼓励他 跟他分享生命的经验 对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嘴巴是最容易造口业 但嘴巴也是最容易修功德的 你讲话要很谨慎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看幻灯片 红色的 处于如是种种众会 以圆满的音 圆满清静的声音 像打雷一样 大雷震 震动一切的众生 请画下来 随其欲乐成熟众生 你要讲是众生需要的话 乃至于最后事件入于涅槃 比方说在座有一位佛友 昨天 对不对 就约他女儿来供养我吃饭 师父不是跟他讲普遣行愿品 我跟他讲如何流血 如何去做朋友 如何去规划你的生命 他听得很高兴啊 可是我们人常常会就这样 哎呀我告诉你 看你业障很重啊 你就先来念经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刚开始要用这个方法 你要先想我假如是他 他来佛堂需要什么帮忙 有些人可能是情绪不好 有人是生活上有困难 有人真的是呢 哎自己连吃住都有问题 他来佛堂看看有没有人慈悲心帮忙 但我们帮助他也要有限度 因为钱帮了太多 他反而会变更懒惰 所以帮助人物质的是很重要 但是心理上的鼓励更重要 还有精神上的鼓励更重要 所以想想看各位 你每次来佛堂的时候 都是有所求嘛 世间讲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对不对 可能有灾难啊 有病痛啊 你有疑惑啦 或是你很想祈求佛菩萨 让你所求啊 能够满你的愿望 所以你应该先把心 站在众生的心下 这叫同理心 经文里面我也讲过 藏传佛教的自他交换 我看到很多各位在座的佛友 你很精进 可是你跟家人都处不好 这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包含你的个性 还有包含你的态度很强硬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 你都是呢 用自己的方法去强迫别人 你根本没有去想 你的家人真正需要什么 像师傅呢 我也在学习当中 是跟各位分享 不是炫耀的心 小朋友来 我就跟他谈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玩啊 开心啊 快乐很重要啊 给他巧克力 其实小朋友是很好骗的 只要你有方法 青少年有青少年的问题 鼓励他将来念书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对不对 青年有青年成家的问题 立业的问题 对不对 男女交往的朋友的问题 所以师傅这次去欧洲啊 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是我在欧洲啊 参观了很多教堂 我也看到耶稣基督 跟圣母玛利亚 你知道吗 我在教堂里也点灯 我也点灯 两块欧元 乘以37乘以2 多少 54嘛 不是 7 74 对 37乘以2 74 大概是7块5 马币 我讲马币你不要知道 点一盏灯 7块5马币 就是台币75块 你知道是不是点灯的时候 发愿什么 尊贵的上帝跟圣母玛利亚 众生苦难太多 宗教跟宗教之间呢 都是不交流啊 在斗争甚至战争啊 人为了自私自利 常常都失去了自己最亲近的大爱 人间有很多的苦难啊 希望啊 你天国早日降临